男人切开了一颗子弹 倒出里面的火药 然后狄安拿将树枝堆在一起 再拿出一颗子弹 他用刀不停敲击产生火花 但他冷得瑟瑟发动 无法点燃火药 狄安用刀抵住子弹 然后拿起一颗石头 他终于点燃了树枝 但是狄安却脱下了衣服 因为他的肩膀被子弹击中受伤了 他将酒倒在伤口上消毒 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大喊 随后狄安将刀擦干净 然后朝着伤口刺进去 狄安顶着剧烈的疼痛将子弹取出来 随后他将刀放进火里加热 然后将刀放在伤口上 让伤口粘起来 疼痛让狄安晕了过去 狄安醒来之后 他故意在周围不停走动 然后用树枝清理脚印 最后躲进了森林里 因为他正在被猎人追杀 很快猎人发现了狄安的血 于是命令手下去寻找 一个胖猎人来到一棵树下 而狄安就在这棵树上 他挤出手上的血 把他滴到雪地上 猎人看到后抬起了头 随后狄安从树上跳下来 摔在了猎人身上 他剖开了猎人的身体 用他的体温取暖 此时正在追击的卡弗 意识到不对劲 他立即召回了所有人 却发现团队中少了一人 卡弗决定抱团行动 他们沿着道路一直寻找 最终他们找到了失踪的同伴 可同伴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狄安已经跑进了森林深处 途中他发现一具被捕兽 夹夹住的棕熊尸体 聪明的狄安割断了绳子 他取下捕兽夹 然后砍下树枝 伏在雪地上 做成陷阱 没过多久 卡弗他们顺着足迹来到了这里 然而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陷阱 巨大的捕兽夹刺进了猎人的身体 同伴本想救他 可卡弗却直接开枪 结束他的生命 因为不想在这耽误时间 拯救同伴 此时狄安来到了一处农民家里 向他们求救 善良的农民发现 为他包扎了伤口 但狄安明白 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他在第二天早晨 偷偷骑走农场主的马 逃离这里 男人故意在森林里 升起一个火堆 烟雾很快就引来了一群 全副武装的猎人 随后猎人卡弗 小心翼翼地来到火堆附近 而男人早就躲了起来 因为这火堆 正是狄安设下的陷阱 他想趁猎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向他们干掉 到了晚上 狄安悄悄靠近猎人 可突然 卡弗从他的背后出现 他想杀掉狄安 替自己死去的家人报仇 可突然 狄安撒腿就跑 他快速地躲过卡弗的攻击 然后消失在黑暗的森林之中 害怕陷阱的卡弗 不敢贸然去追 只能命令猎人轮岗首页 狄安顺利跑出了森林 却意外遇见了三名盗贼 盗贼看见狄安并没有钱 于是便放他走 可突然 另一名盗贼却追了上去 他拦住了狄安 可狄安并不害怕 他悄悄拿起了猎刀 随后狄安顺走盗贼的枪和马 他来到了一处宫地 此时狄安非常饿 他偷偷拿起宫人的食物吃了起来 但他被首领发现了 首领带人包围了狄安 然后将他打晕 等狄安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他故意激怒守卫 等守卫靠近的时候 随后狄安捡起刀割断绳子 然后悄悄逃跑 突然狄安发现 卡弗也找到了这里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 狄安巧妙地躲在帐篷后面 随后 他偷走一匹马 快速逃离现场 到了晚上 逃过追杀的狄安 直接睡在了荒野上 可他想起了痛苦的回忆 南北战争期间 狄安是作为北方军的将领 来到了卡弗的家 他们要进行军事搜查 而卡弗早已脱离南方军 成为一个农民 可士兵却烧掉了卡弗的家 此时 卡弗的家人还在家里 狄安没想到会闹出人命 他愤怒地质问士兵 可士兵却没有丝毫悔意 狄安的心中充满了愧疚 可卡弗却充满了愤怒 他发誓 一定要替自己的家人报仇 狄安骑着马 在荒野上艰难地行走 长时间的跋涉 已经让他和马疲惫不堪 就在狄安喝水的时候 突然他的马直接摔倒在地上 可狄安却拿起刀 对准了马 因为他有了一个复仇的计划 随后 卡弗带着杀手来到了这里 他看见地上全是马的内脏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狄安突然从马的肚子里冲了出来 他劫持了杀手 并威胁卡弗 交出他的手枪 没想到 卡弗直接朝自己的同伴开枪 没有了掩护 狄安只能跪地求饶 但他不知道 卡弗已经用掉了最后一颗子弹 随后 卡弗一拳打倒狄安 就在他靠近狄安的时候 狄安将他一脚踹倒 随后 两人扭打了起来 最后 狄安乘工控制了卡弗 他举起了猎刀 却因为愧疚 无法动手 于是狄安只好收起猎刀 然后骑着马离去 狄安骑行在寸草不生的荒漠 炎热的天气 让狄安很难受 很快水也被他喝完了 看着一望无际的荒漠 狄安陷入了绝望 可突然 一个神秘的女人 出现在他的身后 女人想用一瓶酒 换他的马 可此时 卡弗已经追了上来 于是狄安决定 用马跟女人换一颗子弹 随后便向远方跑去 此时 卡弗也来到了女人的身边 他用最后的水源 跟女人换了一把枪 然后快速追上狄安 此时 狄安开始体力不支 无奈的他 只能放弃逃跑 面对卡弗的威胁 狄安只能通过语言 不断地安慰对方 就在卡弗放下手枪之锦 狄安突然开枪 击倒卡弗 随后 狄安来到卡弗面前 他捡起手枪 卡弗以为自己的生命 就要结束了 没想到 狄安却把手枪还给了他 可当卡弗看着这个 杀害自己家人的凶手时 他却犹豫了 卡弗没有开枪 他最终选择原谅了狄安 而狄安也将最后一点水位 给了卡弗 随后他扶起卡弗 最后两人慢慢地 向着荒漠伸出走去 然后分道扬镳